寧靜的夜晚突然爆出巨大聲響 接著火光開始蔓延 住戶跟店家跑出來看 才發現是一間洗衣店爆炸 隔壁小烤店天花板掉落地面 牆壁被炸開 桌椅全部倒塌 原本完整的店面瞬間變成廢墟 我們來這裡爆炸 我們去爆炸 鼓鼓的鼓鼓胸 初步的研判的原因 疑似是瓦斯氣爆的情形 7號晚上9點多台南永康大人街 一間洗衣店發生氣爆事件 爆炸當下裡頭還有4名客人來不及逃出 一名60幾歲阿伯 全身45%的2-3度燒燙傷 手腳脫皮紅腫 還有很多流血的小傷口 必須靠著氧氣罩 才能呼吸新鮮空氣傷得最嚴重 其他3名客人1-2度燒燙傷 全部人意識清楚也沒有生命危險 被炸毀的洗衣店 只剩下設備擺放在原地 空中懸掛著幾片鐵皮 起火源頭的4瓶瓦斯鋼瓶 擺放整齊橫躺在地上 平身也都有焦黑痕跡 這場爆炸一旁店家只能暫停營業 天花板跟店內裝潢 還有桌椅全部都被炸得破破爛爛 已經看不出原本的模樣 最先被波及的燒烤店架上 甚至還有來不及收拾的食材 民眾家裡的玻璃也被波及碎成好幾片碎片 只能慶幸爆炸當下時間比較晚 大多數店家都已經關門 才沒有導致更多人受傷 記得賴慣章、黃世雲、蔡雙吉、劉明文理 陳電台南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